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老鼠無恥不在 咬爛到門又可以爬進來 留夜那時零食叫你走也不定 我可能叫人上來 叫你清理些東西 叫你走也行 去舉報 誰夠膽 劏房租館實施了一周年 是否所有居住在環境惡劣的基層 都可以受惠 政府有沒有看到這些隱形個案 這裏只有八多呎 住了一家四口 傢俬也要當屋訂造 兒子睡的上架床很貼近天花板 他睡醒時是坐不到起床 是慢慢移來這裡才能下來 環境很惡劣 廁所要和其他人一起用 還沒有老鼠 老鼠真是無恥不在 咬爛到門又可以爬進來 這裏是你圓門一間寮屋裡的劏房 月租四千元 政府早就說明 寮屋的劏房是不受到規管 好像黃太那樣的個案 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 政府就是忽視了我們 這一天 程先生就和一對子女去到樓下的公園玩 順便就和我們做訪問 他就說劏房的租館一樣幫不到他 因為業主根本不肯和他簽新租約 變相不受到監管 我有和他打電話去地產商討 然後他就叫我 不用了 要交回以前的租都可以了 為何不舉報呢 怕他炒頭算 為何捉到那個人又不認數 擔心他可能突然間無緣無故隔離租 我可能留意零食叫你走也不定 我可能叫人上來 叫他清掉你的東西 叫他趕你走也行 同樣住在劏房 周女士說的都是這一句 他舉報我 誰夠膽 所以我們基本是 怎樣說呢 要逼著 捏著 他住在100呎的劏房單位 每個月要交45元的水費 雖然就不算很多 但以他的用水量 應該完全不用付錢 他交給業主的電費 亦都比起中電的定價貴 但同時是地產代理的租房東 就跟他說 已經是良心價 你的劏房個個都是這樣的 意思是說你不可以搬 香港有超過10萬間的劏房 但截至去年年底 警察庫處和水務處 合共巡查了不夠4000間 暫時只有6宗為例的個案被定罪 根本沒有行動 沒有做到 是不是 即是只有說 講字都在說 究竟這些個案 是否真的隱形 還是只是政府當它們透明